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13年的最后一个周末 一个有机奶粉上市的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 在发布会现场 一位嘉宾的独特发言吸引了现场所有观众 我特意带了一个工具箱 这个工具箱的名字叫食品真相揭秘箱 实际上这里面是20种常见的食品添加剂 我们今天仅仅是用这些安全的原料来给大家调配一杯奶 我们先来两种增头剂 让它可以产生奶的质感 然后我们再加入一点点甜味剂 因为奶里面有乳糖 它是有一点淡淡的甜味的 同时我们一会配出来这个东西要有奶的香味 所以我们加一滴牛奶味香精 加点水 我们看看会有什么样变化 这就是我们拿工业生产的食品添加剂调配出来的 有没有谁让你来品尝一下 这个经常带着自己设计的食品真相接力香 在不同场合被公众普及食品营养和添加剂常识的年轻人 就是近年来在各大媒体上进率很高的营养师王旭峰 一个营养师为什么会对食品添加剂感兴趣 王旭峰究竟要告诉观众哪些秘密呢 王老师你好 我今天过来之前特意没吃饭没喝水 然后就是想看看您今天能给我调点什么东西出来 那你喜欢喝什么 我橙汁吧 我比较喜欢喝果汁 还有碳酸饮料 是吗 都挺喜欢的 那我今天特意好好招待招待 我们做一个系列的实验 把你喜欢喝的跟橙子有关的集中饮料 通通都给你配出来 系列的 对 行 但是我有个要求 因为我配出来你可以喝 行 好 我们先配一个橙子味的饮料 就它有橙子味道 是从那里面倒点 然后您再喝点水 我们会有很多专业的工具 我今天还特意给您带了个礼物 什么东西 这个工具箱叫食品真相揭秘箱 是我们营养师做健康教育经常用到的一个工具 这里面装的是20种常见的食品添加剂 用它可以调配各种口味的果汁 饮料 奶茶 包括糖醇饮料 就咱们比如说鲜榨果汁吧 它能和那个味道一模一样 首先我要强调就是今天我们用的都是国家允许使用的合法的食品添加剂 它都是安全的 第二个就是用它调配这种饮料到底状态怎么样呢 我们用实时来说话 那您赶紧给我调一下吧 因为我真的没见过 我现在特别好奇 第一步把它把这半瓶白水 我们先变成橙子味饮料 首先来调出它的颜色 我们家的色素叫日落黄 只需一点点 没有味道吧 当然了 因为饮料它的颜色甜味酸味那种口感味道是不同的食品添加剂带来的 我们现在仅仅加第一种调出颜色 然后第二步来调出它的甜味来 那一般来说在生活当中我们想调甜味加的都白糖 但是我今天手里没有白糖 那我们用什么来代替白糖呢 用阿斯巴田这样的甜味剂 它的好处在于用它代替白糖 不升高血糖 不兴起肥胖 如果我们只加一种甜味剂 在饮料当中就容易让客的人察觉出来 这个甜味不太对 所以我们为了让一会儿这个口味更甜美 我们再加一种甜味剂 叫安塞蜜 这个饮料已经有甜味了 颜色有了 甜味有了 但是成多饮料喝起来一定是酸味 所以我们还得再加点酸度调解剂 加什么呢 一般加柠檬酸 那现在颜色有了 甜味有了 酸味有了 但是闻起来你有没有味道 有股糖浆味 所以它还没有成多味 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加什么呢 需要加甜橙味香精 尽管您说是安全的 但是我看着这些东西是从瓶瓶罐罐里面出来的 我还是有点醋 我们加两滴 一滴 对 其实一加进去 那个香精一加进去 就会产生浓郁的甜橙味的香味 对对对 小时候喝的那个橘汁粉的那个味道 那可能现在我们要是仔细来看 我们会觉得它的颜色好像还不是特别的纯质 那我们一起来晃一晃 所以现在的橙黄色 就感觉就真的像 我们小时候喝的橘汁啊 汽水之类的 对吧 但是我知道你特别爱喝 碳酸味饮料 对 对吧 那么 它和碳酸味饮料的区别 就是它现在没有气 所以我们再加入一种东西 让它带点气 加点 它装清辣 嗯 现在好看它了吗 嗯 那你拿着使劲晃一晃 好 现在我来冲着你打开它 嗯 诶 听到了吗 嗯 来 嗯 好 真的是跟那个 咱们喝的那个气水 嗯 没什么 没什么两样 没什么两样 好 这是第二个糖酸味料 接下来我们把它配成 鲜榨橙汁 那其实它现在的状态 跟鲜榨橙汁的区别 等会儿 您说变成鲜榨橙汁 对 就要变成我 平时 自己在家榨个橙汁的那种味道 对 那种颜色 对 在前面的环节中 王曲风用色素 香精 甜味剂 等食品添加剂 瞬间 就将一瓶清水 变成了果味饮料 但接下来 他竟然打算 继续用食品添加剂 将这瓶饮料 变成鲜榨果汁 这一次 他能做到吗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 继续 不用一点水果 竟然能够制作出鲜榨果汁 这些五颜六色的食品添加剂 究竟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后果 走进科学正在播出 揭露食品添加剂 在人们的印象中 无论是果汁还是鲜榨果汁 都应该是以水果为原料 加工出来的 营养师王曲风不用水果 就调配出了果味饮料 已经让现场记者大吃一惊 但他接下来 打算用食品添加剂 制作鲜榨果汁的说法 还是让记者 心存疑惑 其实他现在跟鲜榨橙汁的区别 就在于什么呢 它很寡淡 但是我们喝的鲜榨橙汁 是很粘稠的 所以接下来 我们加入两种增稠剂 第一个叫果胶 那也就是说 这个东西对人体是无害的 但是喝了它 其实里面也没有什么营养 对 它对人体无害 但是绝大多数的食品添加剂 都没有营养价值 所以你喝的这个东西 对身体也没什么好处 对于少年儿童来说 因为他们的身体 这种代谢器官上面发育成熟 所以有些个别的食品添加剂 当它长期大量使用的时候 可能会对它存在一些风险 比如说我们今天用的色素 像是肉黄 柠檬黄 这样的色素 孩子吃太多 经常吃 会加速孩子体内新元素的流失 导致孩子缺心 那缺心以后 可能会出现以下几个后果 第一个 导致少儿多动症的高发 第二个 导致生长发育吃化 第三个 质力 导致质力下降 第四个 导致食欲下降 而且口味越来越重 最严重的会导致一十匹 这些五颜六色的饮料 长期饮用 除了会对儿童造成伤害之外 对成年人也同样存在风险 对那些难以抵御诱惑的成年人来说 饮料中富含的大量糖分 也是一个个看不见的甜蜜陷阱 一般来说 一瓶这样五百毫升的甜蜜量 它的含糖量大约在六十克左右 如果折合成方糖 喝咖啡的方糖 见过吧 大约相当于十四款 成年女性 像这样的成年女孩子来说 每天喝两瓶它 就相当于一顿晚饭的热量 我们现在加的增头剂 叫缩甲基纤维酥纳 那么这种增头剂 容易水能形成透明的胶状 所以会给人形成 很好的果粒的感觉 或者果肉的感觉 你刚才看着 它是特别透明的 这里面有什么东西吧 好像 你看到那些 就是增头剂在里面 如果你仔细看 就是我们现在 配出来这个饮料 它还在泡沫 一般来说 只有鲜榨的果汁 会有这种感觉 所以有时候 我们在中低端餐厅 所喝到的鲜榨果汁 可能就这样做的 不是太敢喝了 就算它安全 也觉得挺深 不是所有的饮料 都是这样对出来的 比如百分之百的鲜榨的橙汁 鲜榨的果汁 还是可以喝的 还要尝吗 您也尝点吧 我尝 最主要是让你尝 因为这些饮料的真相 我都知道 你看这白色的 我还觉得是那个 是果肉 橙子榨丸的那个糊 还在里面 嚼一嚼感觉 还有那个果肉 最后 我们还要把它变成 另外一种 米特加河的饮料 我们加入一种叫做 二氧化钛的色素 那同时呢 我们再加一点点 油奶味的香精 所以现在这个饮料 看起来还是橙汁的样子 那我们再晃一下 一 二 三 奶昔的感觉 对的 所以你在街头 买到的一些廉价的奶茶 或者奶昔 它很有可能里面一点奶 一点茶 一点水果都没有 带果肉的奶昔 所以我们今天的实验 实际上不是告诉大家 说食品天下剂有毒 或者说我们现在买的饮料 它有毒 不是这样 他们没有毒 只是我们希望您在 消费下的时候 您知道它的真相 这些饮料是可以喝的 就是偶尔喝没问题 它是安全的 但如果您一旦养成习惯 尤其是每天拿它来 带去水喝 那日积月里 一定会出问题 在曾筹记 色素 香精的帮助下 没有用一点水果 王旭峰果然调配出了 鲜榨果汁 奶昔 这些常见饮料 接下来 他还能用食品添加剂 做什么呢 刚才我已经喝了 因为我特调的饮料了 然后其实我还特别喜欢吃果冻 您今天能给我做个果冻吗 就知道你爱吃果冻 所以今天我连锅都给你准备好了 接下来先给你做个果冻 看看你吃的果冻 它的真相是什么 我们先把水烧开之后呢 在其中加入穷脂 其实这个穷脂这个东西还是不错的 它是一种天然的山纤维 每天足量的摄入 可以帮助我们预防肠道癌症 所以它在添加剂当中 还算有点营养了 咱们王民家里 天然果肉 现在就可以做那种果肉果冻 太重要了 要把它倒出来 我们来调它的味道 你想用什么口味的 我想吃 我知道你来吃苹果口味的是吧 用紫色调苹果 不是紫色 是蓝色 它明明是那个颜色 怎么出来就这样了 这纯品和溶解之后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它肯定会把它稀释一下 然后下一步 调出它的甜味和酸味 缓解呢 跟刚才调那个饮料是类似的 然后甜味有了 加点苹果酸 现在颜色有了 甜味有了 酸味有了 我们还得加点苹果味三斤 第二个给你做成 就算成功了 我来搅吧 好 然后再让它变得酸酸甜甜的 加点柠檬汤 最后再加点甜成味香菌 好了 要多长时间呀 大概需要十分 长时间咱们这个果冻 就已经算是做好了是吧 已经果冻已经成型了 我们刚才做好之后 盛在杯子里 并且把它放在冰箱里 冷冻一下 所以它迅速成型了 现在呢 我们把它倒出来 看看跟你平时买的 是不是一样呢 别倒了 我就直接这么着尝吧 那也行 很清新的那个苹果味 其实对我而言 我闻到这样的味道 不管是外面买的 还是自己做的 只要是特别香浓的 这种味道 我的第一反应 就是它是香菌带来的 果冻里加的这个主要原料 叫琼芷 或者加的卡拉椒 这些东西我说了 是香菌纤维 它对我们身体是有好处的 但制作果冻的时候 为了让这块胶变得更好吃 所以要加色素 香精 甜味剂 防腐剂 所以我们家里的东西 有很多 其实它没有什么营养价值 然后孩子吃多了 对健康无益 所以我们更建议 电视机前的家长朋友 我们其实动动手在家里 就可以给孩子做出 非常健康 非常营养 非常美味的果冻来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香辣诱人的麻辣火锅 是众多食客难以抵挡的诱惑 食品添加剂又能在火锅中 做哪些手脚 走进科学正在播出 揭秘食品添加剂 近年来麻辣火锅 凭借营养损失效 杀菌 驱寒等优点 得到越来越多食客的追捧 火锅是否好吃 全看锅底是否香辣诱人 尽管在调制火锅底料上 各家有各家的独门配方 辣椒 花椒 葱 姜 蒜 以及各种香料 是必不可少的基础原料 然而 王旭峰却告诉我们 各种食品添加剂的出现 让吃火锅 也开始有些提心掉蛋 好 咱们刚才吃了好多零食了 喝了好多饮料了 咱们赶紧吃点正餐吧 您刚才不是说给我做火锅吗 这是咱们准备吃火锅吗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告诉大家一些很廉价的成本很低的火锅 是怎么调配锅底的 您还是给我调一个锅底是吧 是 那我们接下来就用水和一些复合的食品添加剂 来给大家调配麻辣口味的火锅锅底 那那味道能一样吗 那一会儿你看看就知道了 添加水 那所谓的添加是添了什么东西 主要是我们要调它的味道 火锅底有很浓郁的火锅的香味 我爱吃辣锅 对了 所以一会儿我们要用到一滴香来调出那种火锅浓郁的香味 这个东西可以食用吗 只要加一点就可以香调全程 还要加辣椒精 然后让它产生辣味 这个辣椒精它是从辣椒里面提取什么东西做的吗 大多数的辣椒精它跟辣椒没有太大的关系 因为我们可以找到辣椒当中让人觉得很辣的那个元素是什么 然后人工就合成 那您能给我做一个像麻辣汤那个锅的那个 可以 可以一会儿再给你做点丸子你吃个火锅 开锅后 王许峰首先将鸡精 盐 植物油 三种调料放入锅中 为汤料调出基础鲜味 之后放入辣椒精 辣椒精除了含有辣椒的辛辣成分外 还含有果胶 色素等百余种复杂的化学物质 随着一滴香的加入 房间里立刻弥漫着一股浓烈的香气 最后加进去的是一种叫又或红的色素 不到三十秒 一锅色香味俱佳的火锅底料 调配完成 好了 红红火火的 你特别喜欢的麻辣口味的锅底出来 我现在不怎么喜欢它了 那如果再加点花椒大料 然后烧腐在表面 基本上你是根本尝不出来的 尝尝吧 嗯 哎呀 我看这颜色怎么感觉跟番茄锅似的呀 好红啊 人家味还不错 辣 第一口下去的感觉是 好咸呐 第二口就 呃 好辣呀 所以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就喜欢吃这种街边的重口味的食物 那其实我们要考虑一下 那么低廉的成本 做出来那么美味的东西 它的背后究竟是什么 王旭峰提醒大家 喜欢吃麻辣火锅 一定要关注底料安全 最好选择能够自制底料的正规火锅店 以免对健康造成危害 而对那些喜欢重口味 经常在街边品尝各种麻辣烫和小吃的人来说 越廉价的食品使用食品添加剂的可能性越大 接下来我们来做你比较喜欢吃的肉丸 这不是有一大丸子吗 对 这是我们市面上买到的丸子 但实际上我们在市面上买到的牛肉丸也不都是牛肉 如果我们看一下它的配料吧你会发现 它的原料是牛肉 猪肉 水 玉米淀粉 包括胶磷酸钠 卡拉椒 五成味和甘酸钠钠 也就是说它里面有猪肉和牛肉 同时还要加食品添加剂 那加入的胶磷酸钠是让这个丸子更有弹性 它是一种吃水剂或者饱水剂 然后再加卡拉椒呢 也是第一呢也是解决成本 第二呢是让它变得更透明 最后加了五成味和甘酸钠钠 它也是增鲜的 所以你买到的肉丸 它也不是全都是牛肉 全都是肉 那如果你是在街边的麻辣烫所吃到的肉丸 不管是鱼丸虾丸还是牛肉丸 尤其是那种一串 有好几个 它可能一块钱或者几毛钱 那这种肉丸 可能它的制作过程远远超出你的想象 它的成本更低远 它里面可能真的一点肉都没有 接下来一点牛肉都没有 我们来做牛肉的牛肉丸 太抠了 那它最主要的原料是什么呢 叫大豆蛋白 我们加点高糖素 让这个丸子做出来突然更弹 没有牛肉 但是要做出牛肉味的牛肉丸 所以牛肉味的香腥就很关键了 蛋白粉提供主要的原料 高糖素让它更弹保持水分 它提供香味 那牛肉也不是这个颜色呀 还要再放色素是吗 太对了 我们再加点焦糖色素 那现在的颜色是不是很像你刚才说的那个 对 丸子的颜色呢 短短一分钟 王曲风就用大豆蛋白粉 高糖素 牛肉味香精和焦糖色素 四种食品添加剂 调配好了牛肉丸子的原料 这些没有牛肉的丸子 真能吃出肉味来吗 好了 现在呢 给你特制的 没有一点牛肉的牛肉丸做好了 尝尝吧 闻着味儿还像 嗯 还挺弹的 就是跟正常肉丸是一样的感觉 有点QQ的弹弹的 然后鸟就还有那种什么嘎吱一下的那种感觉 那以后接便麻辣烫 不不不 不吃了 我们今天用的这些原料啊 比如说我们用到了牛肉味香精 用到了一滴虾 也用到了火锅飘香剂 嗯 那么这些原料的来源通常有两种渠道 第一种呢 就是来自一些没有生产资质的一些小作宝 嗯 它也可以生产 那生产的这些东西呢 是没有安全保障的 所以吃这样的东西 有可能吃到一些非法添加物 第二种来源呢 是来自于一些合格的正规的企业 但是即便是正规厂家生产出来的这些东西 我们也不建议做餐饮的朋友去用它们 现代食品工业如同一个魔术师 利用各种食品添加剂 可以快速生产出 看起来鲜凉 吃起来可口 保质期更长 更便宜的食品 每个人每天都在与食品添加剂为伴 食品添加剂深深影响了现代人的生活 如果一日三餐都在外面解决 一天摄入的添加剂约为10克左右 相当于一个人食盐的摄入量 不知不觉 每天摄入的添加剂种类 就达到六七十种 对于食品添加剂的食物标准 是基于无害的原则 但无害并不等于健康 各种食品添加剂之间的相互作用 以及它们与食物成分吸收之间的关系 之间仍然没有得到强劲的研究 因此尽量避免摄入过多的食品添加剂 仍然是明智的做法 特别是对于尚未发育成熟的少年儿童 尽管将食品添加剂 从生活中驱逐出去的想法并不限制 但要想真正避免摄入大量的食品添加剂 唯一的方法就是自己购买新鲜天然的食品原料 花一些时间回到厨房 为自己和家人做一顿可口的美味 这样的动物实验应该是大家不常看到的 科学家从中找到了遗忘的例例 为什么遗忘不掉我却记不住呢 走进科学系列节目 记忆进入其播出